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捐出诊所年营业额的十分之一 抛砖引玉为新兴儿基金会募集到建造基金 所谓社会企业就是赚钱做公益 这个诊所是我创立的 可是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也是教会的长老 所以我们奉献说希望能够实义奉献 就是我们赚的钱十分之一 能够回馈给别人 在教会我们会回馈给教堂 或是牧师或给上帝等 在社会我们希望回馈的对象是 需要帮忙的人 所以用这种感恩节来启动 这比较贴切 刚好诊所今天也是在庆祝诊所的 二十五周年庆 所以以周年庆做感恩回馈 我认为德社会应该有比较大的帮忙 曹次斌整形外科诊所 今年捐助对象为自闭儿家长成立的 新兴儿基金会 有感于多数年长父母无力照顾重度以上的自闭症者 基金会构地新建名为爱心园的全日造型家园 但光建造经费就高达一亿两千万 因此感谢诊所以行动号召大众做爱心 让自闭儿家长能够圆梦 我们非常感谢曹院长 他举办这个活动 公益捐赠活动 然后我们是受证单位 可以教会我们这些自闭症孩子 未来这个整个一个基金的运用 是会在建造爱心园 就是自闭症孩子 在后半生的部分父母在老了以后 他们大概他们的归属的地方 就是也希望到社会大众慢慢慢慢 让我们可以有一天能够很快地 完成我们家长 这些老家长的梦想 这项感恩公益活动刚起跑就获得热烈回响 捐赠金额已累积二十多万元 院方期盼有更多人来响应 一起帮助新兴儿构筑安心家园 奉信新闻记整机分采报报道